第一屆的亞瑟市杯排球錦標賽即將在月底開打了 主辦單位特別邀請了98年在亞運奪同的中華男排隊 在比賽最後一天要進行傳承賽 而這批老國手也抽空進行了秘密特訊 一起來看看他們是不是保刀未老 跳躍 扣殺 動作 一氣呵成 這批在1998年曼谷亞運奪下男排銅牌的前國手 十多年後再度聚在一起 他們將在月底的亞瑟市錦標賽重出江湖 和冠軍隊進行一場具有意義的傳承賽 這群退休名將還特地找時間進行集訓 並且和施大男排來了一場熱身賽 和好久不見的隊友再次合作 當年奪牌的騎兵林顯成直說 這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現在維持得還不錯 然後大家很久從98亞運到現在 其實每年都會遇到 但是沒有一起遇到過 所以感覺現在有點陌生 最熟悉的陌生人 98年身為隊長的張恩聰 將帶領這支傳奇男排重回球場 雖然大家的身材有點走樣 但隊長表示比賽在於經驗的傳承 加上今年又逢人川亞運意義更為重大 16年了吧 從98亞運到現在已經16年了 然後再重新聚首 我想那個意義是特別存在 剛好今年又是仁川亞運年 國家男排的部分 我們今年相當看好這批學弟 有機會憑我們的成績 甚至超越我們 而這批國手現在大多在基層擔任教練 傳承賽很有可能上演老師 對決學生的戲碼 如果華僑中學能夠奪冠 那傳奇男排正中的吳志明 就得和自家子弟一較高下 會對到自己的學生 絕對不留情的 全力以赴 最好能把他們打下來 證明我們這些老的還是保到未老 虛空飛翅傳奇球星再度現身球場 他們的身影 儘管和當年的年輕人有點不同 但是熱愛排球的精神依舊不變 喜愛排球的粉絲 月底不妨走一趟球場 再度感受他們的排球魅力 雨電TV吳嘉祐 郭貝如台北報導